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美國對一眾中央及港府重要官員點名制裁 還記得事任特首林鄭月娥說到自己被制裁時語出驚人 她爆出自己因為被制裁的關係已經沒有任何銀行戶口 不能用信用卡,每個月四十多萬人工都是用現金支付 所以屋企正存放大量現鈔 大家這時才知道,原來一個人被一個國家制裁 除了在那個國家的投資受阻,還會有這種個人消費影響 個人被制裁尚且如此 這樣一個國家如果被世界制裁,將會出現什麼級別的限制和影響呢? 農曆新年期間,我去了被世界制裁的俄羅斯 未入境,已感受到那種被國際隔絕的氛圍 香港去莫斯科直航,是搭俄羅斯航空的班機 十小時的航程中,最痛苦是沒有電影可以看 戲單中,絕大部分是俄國電影 講俄文沒有字幕,不可能看得明白 荷里活電影、法國電影、日韓電影當然欠逢 連中國電影都不在選擇之列 在飛機上用餐,我向空姐點了可樂 她說,我們沒有可樂,只有俄羅斯的可樂 我這個時候才想起,因為制裁 所有美國品牌都撤出了俄羅斯 對遊客來說,最大影響是用錢 信用卡全部不用得 美元、歐羅都不收 滿街兌換店全部消失了 換外幣只能在機場或銀行 於是,旅客要在機場的找換店先換了勞報 若非出了市區,沒有當地現金 想買一支水都有困難 我記得,很多年前來到俄羅斯 美元很受歡迎 我們基本上不用兌換當地的錢 給小費、食飯、買東西 全部都是用美元交易 今天,不要說美元 連信用卡都被唾棄 旅客唯有一組換了大搭的現金 但俄羅斯少偷多,腰前萬貫的遊客 亦自然成為爬手的目標 被世界制裁的國家 遊客數量當然是斷崖式下降 由海量變到接近零 除了旅遊業本身 很多相關行業 例如餐飲、旅遊巴斯基 紀念品店、芭蕾舞、馬戲團等 都連銷大打地受到損害 老百姓最初都迪蓋同壽地支持戰爭 沒想到這場仗一打就兩年 還沒完沒了 國家被孤立 市民生活長期受影響 怨氣亦開始慢慢萌生 看到俄羅斯的經驗 我覺得都是中國人的智慧厲害 我們孫子兵法有句名言 百戰百姓非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即是說 即使你百戰百姓 亦不是最高明的兵法 只有不通過戰爭 就能使敵國韓服 這才是最明知、最理想之舉 看今日大國博弈 美西方多次聯手脅迫 無論對華為的打壓 對香港黑暴的佈局 對台獨的挑釁 對新疆的抹黑 都是為了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中國出手出兵 因為一個國家只要捲入戰士 虎視眈眈的其他國家 就已經贏了一半了 雖然俄烏戰士影響不到俄國本土 相信最後勝利的也會是俄軍 但是經濟、人心的動搖 在俄羅斯還是處處可見 所以今時今日最上上之策 都是以和為貴 不戰就會贏 MING PAO TORONTO